随着前段时间内部测试的结束 AI视频生成工具PIGA Labs的升级版 PIGA 1.0目前已经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了 本期来介绍一下PIGA 1.0新增的部分功能 以及一些个人使用经验 新版提供了一个单独的网页版生成界面 当然我们还是能够像以前一样 在官方Disco的频道使用 界面极其简洁 主要分为三个板块 Explore这里是社区优秀作品展示 提供了完整的prompt和生成参数 可以借鉴学习 美中不足的是 官方没有实时更新这里的作品 或者说更新频率比较低 My Library里面记录了我们的生成历史记录 不过少了一个检索系统 生成视频多了的话会比较难翻 下面重点来讲输入界面 相较于以前在Disco的通过斜杠指令 调用机器人 现在的UI更加方便应用 比如以前要输入横杠AR16-9 来指定16-9的视频比例 现在只需要用鼠标点选就行了 而且这些参数的格式也不用去记了 输入框下方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或视频 用来作为视频生成的初时针参考 制作流程跟以前没有太大区别 写好提示词之后 选择视频比例以及FPS FPS的范围是8-24 时长都是3秒 接下来是镜头控制 上下左右的镜头平移 镜头旋转 放大和缩小 动作幅度的范围是0-4 个人建议选择中间值2或者3 拉高了会导致画面变形或闪烁 太低了又并禁止画面没什么区别 第三栏参数这里 包括负面提示词 种子和文本相关性 负面提示词结合了以前的横杠A1机 和横杠No参数的效果 给出的示例是写上诸如Ugly Bad Terrible之类的词 但我个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写不写 其实区别不大 大部分情况下我会留空 只有需要排除画面中某些特定元素的时候 我会写 比如在这个示例中 我在保持原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了Blue Blue Lights和Cars的负面提示词 将原视频背景中的蓝色光和车辆都移除了 种子这里留空会使用随机种子 相同的种子会保持类似的场景结构和色彩搭配 如果对某个生成结果基本满意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特定的种子 通过修改其他参数对画面进行微调 文本相关性 个人推荐拉到一个较低的值 5到12都可以 因为模型中并不一定包含我们提示词中所描述的画面 拉低一些有助于模型进行自我调节 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很诡异的画面 在生成完毕后 我们可以对视频进行编辑 前两个分别是重做和重写提示词 在edit选项中 有一个我认为是本次更新最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第一个 Modify Region局部重绘 这里我们使用本地视频 无论多长的视频都只会取前3秒 所以记得提前剪辑好 手动调整画面中的选框 这个范围一大不宜小 比如我现在想替换掉宽宽的头部模型 但是它的头是在运动呢 我们需要找到头部朝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运动的临界位置 使选框正好能覆盖所有的运动轨迹 在文本框中输入我们想要替换的模型 比如迪士尼风格的小鸡头 第二个编辑功能是Expand Canvas 扩展画布 选好比例之后 输入你想要在扩展区域呈现的内容 比如菜地背景 开个玩笑 还是来看个正常点的演示吧 这里将16比9的原视频 分别扩展到了1比1方形和9比16竖片 点击视频下方的三个点 还有两个选项 分别是延长4秒和画质增强 视频最大可以延长到15秒 每延长一次和原始视频的割裂感就越大 个人建议在延长过程中只改变镜头的运动轨迹 其他保持不变 相对来说 一致性会更高 现阶段通过AI来制作长视频还是不够成熟 更适合做一些蒙太奇式的高速剪辑 Upscale画质增强 会将原本的720匹分辨率提高到1440匹 总体来说 Pika 1.0的模型效果相对于以前虽然有提升 但远远不像宣传视频中看起来那样惊艳 需要大量的重做与微调 优点是目前的用户界面比以前友好太多了 而且新增的局部重绘和画部扩展功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玩法 再加上人家目前完全免费 以现在的发展速度 再过一段时间我相信产品效果会越来越好 Pika的地址贴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中 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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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